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找我的时候 在无意中 我谈到说 我太太流逼谁的情形 那么 赵先生呢 他很关心了我们 说 叫我要赶快的带我太太 去做详细的警察 第二天 我就带我太太 到检验所去检验 过了几天之后呢 检验报告出来了 他说 我太太的CA1.5是50.2 EV病毒呢 是1.8 很有可能是 鼻炎癌和卵巢肿瘤 于是我 联系到 我太太到 丰元省医院 台中荣总 与中国医药学院 附设医院 检验确定是 鼻炎癌和卵巢肿瘤 那么开刀后 第一个星期呢 每天服用四次 每次呢 是五颗灵脂 五颗发粉 第二个星期呢 改为 每一小匙 服用一次 一次的服用量呢 是十颗灵脂 十颗发粉 服用了四个月 每两个月 最终检查一次 到了民国八十六年 四月份的时候 做了全身健康检查 结果呢 完全正常了 民国八十四年 七月间 我姐姐 常流鼻血 当初不感觉怎么样 后来情况 越来越严重 鼻血流不止 赶快到 新竹省医院 去做检查 诊断结果 为鼻炎癌 三到四体 脑下及鼻腔 有四颗肿瘤 0.2公分 我们呢 为了求证 再去台大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 结果还是相同 台大医院说 要马上住院 做放射治疗 当时我姐姐 得知她得到癌症 心情非常地沮丧 对她心理产生 莫大的冲击 所以 我跟我太太 很用心地来引导 她的儿女 来了解 灵脂 然后同时请教 中医经验相当丰富的 活帽雄 后来我们就开始 服用灵脂 发粉 刚开始 一天服用灵脂一品 66颗 发粉 130颗 一天分六次服用 四天后 面线反应 鼻孔 嘴巴 大量流血 又带血块 又浓 又黑 头又痛 反应时 断断细细 差不多一个礼拜 后来再加量 一天服用 一品半 90颗零脂 180颗发粉 反应还是一波又一波 知道我姐姐快没信心 也很想放弃 但是我们对产品 非常肯定与信心 然后再请教何老师 得到何老师的鼓励 与指导 更增加我姐姐的信心 和勇气 会反应不断 是表示个人体质上的出问题 而不是灵脂的问题 所以回来后 我姐姐就很努力的 再加量服用 一天三品零脂 三品发粉 也是分六次服用 到今年一夜间 又反应到鼻塞 不能呼吸 不舒服 就到咏肿检查 咏肿的医生 一检查扫描结果 只剩下一颗肿瘤 医生觉得也是很奇怪 你没有在西医那边治疗 为什么肿瘤现在剩下一颗呢 后来医生建议说 最好还是做放射线治疗 我们也接受医生的建议 配合医生三胸的放疗 因为我们也知道 放疗的后遗症 我们也维持了 一天一百八十颗零脂 三百六十颗的发粉 再加蛋白素 七叶胆茶 所以它放疗所造成的伤害 减少醉轻 也恢复很快 十月八号 再回到咏肿扫描结果 证实肿瘤完全消失 所以我在这里 很感激零脂带来 给我姐姐救回一个宝贵的生命